另外来关心到今天一个很大的话题 是这个去年11月的时候 立陶宛跟我们是互设了代表处 所以台湾就成为了第一个 以台湾为名的欧洲外观 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惹怒了北京 那么北京当局开始对立陶宛 展开经贸上头的暴富 也导致他们进出口受到了一些影响 好那么力挺台湾外贸友善国 台湾烟酒公司 台酒公司 昨天都指出了要买进大约有大陆拒收 现在漂流在海上卡关 有2万多瓶的莱姆酒Rum 也就是立陶宛很有名的酒 大约有2万多瓶 现在台酒轻易相挺 要买进买来台湾 为了就是挺立陶宛政府 好就在同一天晚间 结果昨天传出什么样的消息 昨天立陶宛的总统 他接受了当地一间电台的访问 他表示说 让台湾设立代表处 其实不是问题 但是以台湾为名 他认为就是一个错误 而且这严重冲击到了 立陶宛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认为现在必须要处理 这个后果了 对此立陶宛的外交部是表示 他们不对总统的话 在做出什么评论 那么台湾的外交部 欧江安今天他昨天晚间 也发出了最新的声明 欧江安是表示 这个外交部不便发表评论 是对于立陶宛 他们内部的决策 立陶宛政府内部的决策 政策不便发表评论 好那么对此 来看看网友怎么说 网友说这个民进党 是不是又聪康朋友了 有人说这个时候 在撤掉台湾代表处 塔绿般的脸 会不会肿到突破宇宙呢 另外也有人说 其实这国际之间 本来就是讲求实力还有利益的 只有塔绿般自己好傻好天真笑死了 前立委郭正亮也提出他的看法 他说立陶宛去玩两岸 打出中国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因为他们的传统对手 其实是俄罗斯 现在这个问题就已经很麻烦了 觉得这个政府恐怕现在就摇摇欲坠了 而且其实这些问题 都是自己惹出来的 好 对于这个话题 原本大家还开开心心 觉得说以台湾为名挂牌了 现在立陶宛的总统 自己来打脸了 那我们在线上就请到了 明贤哥台北市议员 明贤哥 明贤哥早安 锐早中天的好朋友 大家早安 好 对于昨天本来台酒 还情意相挺说 要买进卡关的莱姆酒 结果同一天晚间 昨天晚间立陶宛总统 自己就认为说挂名用台湾的名称来挂名代表处的名字 是一个错误 对此您怎么看呢 那这个朋友对我们台湾来说还是真心的吗 其实刚刚很多网友讲说 这一次是我们冲康我们的友邦 友邦国家 其实网友真的还蛮有才的 用冲康这个其实还蛮到位的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是非常的艰辛 那当然一步一脚印累积出来的邦交国 甚至外交这一些都需要去努力 需要去做突破 可是立陶宛相对的 在欧洲的国家里面 他是相对的比较复杂的 他是一个多党 多党组成多党联盟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交朋友是 Kick on 冲康还是真心交朋友呢 譬如说我们要设立代表处 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确实不容易 可是当初设立代表处的名称 原本我们如果在非邦交国的话 都会使用那个TECRO 就是台北驻某某某经贸文化办事处 叫TECRO 那当初变成从台北升级到台湾 是我们主动提出的吗 还是立陶宛主动提出的 这个关键原因是在这里 如果是我们主动提出的 那就跳跃了说 过去用TECRO用台北 金贸文化办事处的话 那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 做好相当的准备 立陶宛内部都没有问题吗 都已经处理好了吗 从目前发生的一个情况 立陶宛的总统跳出来反对 代表当初 我们外交部做这个决定 是有一点浩大喜功 有一点 有一点照进 过去我们在非邦交国 不是用那个驻台北经贸文化办事处的话 更好的关系就是直接用中华民国国民 那显然我们舍弃的中华民国国民 用取中间一个 而蔡英文最喜欢的辣台妹 就直接用台湾为名称 你看立陶宛内部就摆不平了 所以民党这不只是冲康我们的友邦而已 这真的有一点我觉得 吃金融看话 而且立陶宛也不是真心交朋友 像他们内部的一个情况 政党联盟摆不平的话 总理外交部做了决定 那总统跳出来反对 那甚至在野党也不同的声音 我们这个朋友可以交多久 好我们今天可以买他的兰姆酒 可以通通把他买下来 可是现在关键是说 现在立陶宛为了跟拉拢 跟大陆的关系 很多在大陆做的那一 那个厂商都开始撤资的话 你觉得立陶宛的态度会不会摇摆 所以从去年11月设处 不要短短说现在到现在 才不到三个月 那我们这个关系可以维持多久 所以我觉得包括总统府 国安会甚至外交部 当初在做决策的时候 显然太过于浩大喜功 太过于冒进了 你现在设一个台湾代表处 那如果不到半年 第一个被人家降级了 第二个还是被人家要求改名了 这对我们国家 不是另外造成一种伤害吗 所以我觉得外交部长 吴钊燮真的要好好说明清楚 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 今天我们台酒买兰姆酒 那倒还好 今天花了钱可以了事就算了 那如果接下来更多的一个外交 包覆出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甚至我们的关系降等了怎么办 所以我是这样觉得 我们可以跟立陶宛 可以跟其他的友邦 甚至非邦交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外交上有更进一步 这是好事情要予以肯定 可是当民进党政府 如果太过于冒进 太过于浩大喜功的时候 这个就会出问题了 更大的关键是这样 中华民国在国际间交朋友 多一个邦交国 多一个国际友人 是要我们让台湾走出去 让中华民国走出去 而不是多一个筹码拿来跟大陆对抗 所以这是民进党最大的问题 民进党在国际间交朋友 是拿来跟大陆作为对抗的一个筹码 这才是最关键的 把人家交朋友拿来我要对抗大陆 说我就是你就是我拿来对抗大陆的一个筹码 所有的一个外交作为 就是跟美国站在一起 跟大陆做对抗的话 这真的符合我们中华民国的利益吗 这个真的民众要好好想清楚 所以立陶宛这个事件是一个外交危机 所以呼应 包括国安会真的要立即开会检讨 否则今天只是总统跳出来反对而已 如果最后真的被降级了 甚至撤管了我们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一个外交危机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要妥善应应 那里面的阶段